而凯米台风导致南台湾大烟水目前还在重建善后 但是下个星期是否又有热带系统发展 我们把时间就来关一 下个礼拜可能又有热带系统要来发展 而且还有两个 因此我们现在来看到 其实从礼拜日开始 要特别留意的热带系统位置 当然就是在琉球群岛的南方 还有日本东南方的外海 不过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目前都还在高压的笼罩之下 这个云量是偏少的 所以温度还是偏高 因此气象专家甲信息就特别提醒了 9月开始整体来说环境是有利于台风来生成的 但至少目前还不会这么快把水汽就带过来 因此来看一下这几天的降雨趋势 其实主要还是以晴道多云为主 顶多在一些山区还有南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出现 那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 中南部就会有一些零星震雨开始慢慢出现了 基本上来说这几天都是环境 是偏干的一个情况 但是到了6号之后 大低压带的外围会来慢慢靠近台湾 导致水汽增加 所以到时候像是苗栗以南 就会有一些震雨雷雨慢慢出现了 那么到了5号的时候 则是东半部的山区 还有新竹一北部分地区 可能要小心还是会有一些雨势 慢慢地开始下起来了 到了7号8号这两天 这个雨区会稍微地扩大 像是山区还有整个西半部地区 以及宜兰花莲都在降雨范围 那么基本上这几天 各地的高温都有可能会来到30到35度 一样非常炎热 还要特别小心防中暑 银行房贷也拉紧报 专家市井借钱恐怕会变难 包括将暂停收件拉紧额度吗 进步详情再交给冠宜 近期房市过热 银行的房贷放款可能要拉紧报了 我们现在看到金管会统计 全国目前的国营房贷余额 是来到了10兆4873亿元 而光是今年的上半年 就已经突破了504亿元 这个数字大概是去年的八成左右 代表我们才过了半年 居然已经快到了去年的标准了 那么为了避免真的报表 某些银行他们已经开始 对房贷户来采取三大措施 第一个就是已经准额度的人 他们必须要来分散拨款 第二个就是还没有准额度的人 则是要来排队等待 甚至是直接来拉高房贷利率 也确实现在传出有些银行 他们是已经停止收件了 甚至分行还得跟总额来抢额度 那么有些银行干脆直接宣布 大家就排队来慢慢等了 那么也有些民营的银行高层 他就透露了 其实确实现在房贷量是冲太快 导致一时银行是没有办法消化的 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缺供缺料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存准率的提升 银行的钱快要不够借了 才会赶快来踩刹车 好 那么如果您对类似新闻有兴趣 拿手机来散发这QR Code 下载TVBS新闻App 还有更多内容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载TV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